好,弟兄姊妹,今天是西伯来历的9月12 公历的2023年11月24日 这个星期的帕拉西亚叫帕拉西亚瓦耶赛 那么记载雅阁开始到拉班加流亡 那么我们今天分享一个这个星期发生的 这个关于以色列和这个哈马斯 这个有一个交换人质的一个 这个报道新闻 我们来考察一下 以色列停火交换人质 符不符合妥华 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 那么如果大家看新闻的话 对吧,这个星期 那么以色列和这个恐怖组织 哈马斯 那么因为这个 这个和这个因为这些 卡塔尔对吧 这个的一些 撮队 那么达成了一个四天的 停火协议 那么具体是什么条件呢 哈马斯 从 周五 开始释放 将近五十个 人质 主要是妇女和儿童 那么以色列的话呢 停火四天 但同时也需要交换 释放 关押在 以色列的一百五十个 巴勒斯坦的囚犯 对吧 这是这个 五十个 人质 换一百五十个囚犯 对吧 一个人换三个人 那么 同时也停火 那么这个停火的 这个协议 为了交换 人质 究竟符不符合 托拉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 那么 首先 这个 这个救赎 人质 对吧 这个在希伯来文里边 叫做 皮丁 是救赎的意思 希伯印的话呢 是俘虏 被虏 对吧 那么人质的话呢 就是被虏的概念 所以说 这个是 首先 在哈拉哈里边 那么这是一条诫密 皮丁 希伯印 是一条诫密 而且是一条 很大的诫密 对吧 那么历代拉比 制定了很多的 哈拉哈 以及解经 从托拉里边 得出的 这条结论 这是 这么一条诫密 比方说 比较有名的 几个 乱绑 算是一个 哈拉哈的 一个权威 他说 所有的诫密当中 没有大过 皮丁 希伯印的 对吧 救赎 这个 俘虏 没有任何诫密 可以大过他 Rambam的一个 踩地 修汉 阿德鲁 修汉阿德鲁 就是这个 犹太的 法典 说 言辞 救赎 俘虏 就等同于 流人血 就好像 就说 如果 这个 以色列人 被俘虏了 被抓了 被当做人质了 如果你延迟 每一分钟 就好像 每一分钟 你在杀人 你在流他的血 那么 Tosful 他甚至 认为 如果你缺钱 对吧 如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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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匪 开价 对吧 要赎金 你没有钱 那怎么办 你甚至 可以去 卖你的 Torah的金券 就是说 你一个社区 的确没钱 那么 这个Torah金券 很值钱 对吧 你甚至 可以把 这个Torah金券 把它卖了 用卖的钱 去赎 人质 回来 对吧 就可见 在 拉比的Hara Ha 里边 那么 要去救赎 俘虏 救赎 人质 那么 是一条 很大的 诫命 那么 甚至可以 高过其他 所有的 诫命 人的生命 很贵重 那么 这是一个 Hara Ha 的一个 财定 但 接下来 就有个问题 不错 要去 救赎 俘虏 对吧 要给 赎金 但 如果 对方 的赎金 要求 太高 这个 绑匪 的 要求 太过分 开价 太高 那 你要不要 去赎 那么 这个地方 的话呢 是拉比的经典的 解经 以及财定 比方说 密西兰 这很权威的 密西兰 在Gitin 4.6里边 他说 如果 要价 要价 太高 超过了 福禄的价值 就不应该数 因为 Tikon Ha Olan的原因 修补世界 因为修补世界的原因 所以说 那么 如果 腰价太高 开价太高 那么就不应该去数 那么 倘不得 给了两个原因 为什么 开价太高 就不应该去数 那么 第一个原因 就是说 社区需要承受很大的负担 对吧 一般的话 比方说 这个 如果一个犹太人 被一个社区的犹太人 被绑匪 这个挟持了 开价 100万 那么你这100万 就需要一个社区 去承担 对吧 那么如果这个100万 这个负担太大 让社区的百姓 没法承担 那么就不应该去数 钱不够 那怎么办 我们不可能不吃饭 对吧 那么 但你说 还给了第二个原因 什么原因 就说 如果你 给了这个对方的赎金 那就意味着 你在鼓励将来更多的人质 会被绑架 对吧 因为你这个人质很值钱 很值钱 就意味着 更多的不法分子 要打你的主意 对吧 知道如果把你绑架了 这个这个开价很高 再高的开价 你都会给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市场 叫恶性循环 所以他们得到两个原因 那么Rashi解经 就说 为什么要给出两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 是针对 如果这个人很有钱 代表你 你是个财主 你亿万富 对 你亿万富 那么 就会去引诱绑匪 那么去绑架你的亲人 对 所以说这个拉比特财定 如果绑匪的开价太高 那么你就不应该去数 为什么 因为会鼓励将来 更多的不法行为 那么在塔莫德里边 就记载了一个具体的案例 有一个人叫 Levy Ben-Darga 他的女儿 被绑匪 这个 努力了 对方开价 一万三千个金币 他给付了 他把他女儿给赎回来了 那么拉比就出来评论了 这个拉比 阿巴耶 他就问 他说 难道他的这个行为 经过了 先则的同意 言下之意 他的这个做法 花重金 去赎人质 是不符合 是不符合 Torah 那么 唐玛德在另外一些地方 比方说 Kitubot 专门讨论 丈夫和妻子的 这个责任 就说 丈夫和妻子 妻子如果被 绑架了 那么 丈夫 有没有责任 去赎妻子 那么 拉比 史蒙本 Gamiliel 裁定 丈夫当然有责任 要去赎自己的 妻子 但是 如果对方 开价太高呢 那么 如果 赎金 超过了 他的婚约 约定的金额 那么 他就可以 不用赎 因为 哈拉哈的 基本的原则 是不能为了救人 而付 高额的赎金 那么 这是一个 标准的 哈拉哈的 一个 裁定 所以说 Rambang 这也是 这个 拉比的 这个哈拉哈的 一个态度 以及 这是犹太法典 都明文规定 禁止 这个犹太人 这个支付 高额的赎金 免得 造成 将来 更多的 绑架 人质的事件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 给了高的赎金 这个坏人 看见有利可图 对吧 他说哇我绑架 一个犹太人 开价100万 他也付得出来 那我绑 那我绑架 10个人 那不就1000万吗 那不成了一种 一种 身材之道 对吧 所以说 拉比他看到了 这一点 为了避免 犹太人 成为 不法 这叫非法之徒的 这个牟利的 一个 这个手段 那么 哈拉哈 就规定了 禁止 付高额的赎金 但你说 任何的一个原则 那么都可以有例外 那么这个哈拉哈里边 他也规定了一些例外 对吧 比方说 你自己被绑架了 你可不可以出高额的赎金赎自己 那这个当然可以的 对吧 只要你不要把这些赎金的这个负担 这个分摊给这个社区 对吧 因为犹太人的话呢 他就住在一个社区里边 那么一个人被绑架了 那么 就是一个社区的问题 对吧 所以说社区的话呢 会筹款 那么去赎 赎人 所以说 这个拉比说 我们为了不增加 这个 不给这个社区造成没有必要的负担 那么高额的赎金我们不付 但如果你自己被绑架了 你自己花钱赎自己 这个是没有限制的 你自己有钱 你自己付 对不对 但其实 按照唐默德的第二条 即使你自己有钱 你也不能去赎自己 为什么 因为会鼓励绑匪 还有第二次 还有第三次 但是呢 这个 Tosovo裁定说 人质自己可以付高额的赎金来赎自己 那么赎自己的话呢 这个自己 也可以延伸出来 包括他的妻子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妻子 是丈夫的一部分 你赎妻子 就相当于赎自己 那么反过来 妻子赎丈夫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概念 那么如果你自己给钱 那么你可以 这个就没有限制你 另外 这个 在Gitting58A里边 这个拉比还立了一个哈拉哈 就说 如果 是这个陀佛的学者拉比 被绑架了 那么如果是高额的赎金是可以给的 那这个我不知道是拉比 为了保护自己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拉比是一个特例 拉比如果被绑架了 可以付高额的赎金 去赎 还有一个 如果人质的生命面临着直接的威胁 对吧 马上就要死了 马上就要被杀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也可以破例 作为一个破例 可以付高额的赎金 那么 还有一个问题 那么好像这个唐木德里边 有这样记载 就说 如果 你和你的父亲 还有你的拉比 同时被绑架了 对不对 你和你的父亲 还有你的拉比 同时被绑架 三个人同时被绑架 你的赎金 就说 这个优先权应该给谁 那么拉比裁定 那么三个人同时被绑架 这个优先权应该给你自己 对吧 他的依据是什么 你要爱人如己 就说 如果你要爱你的灵蛇 第一个前提是 你必须爱自己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三个人被绑架了 你首先要赎的是自己 然后呢 那你的父亲和你的拉比 那么你应该先数哪个 那么拉比裁定 先 数拉比 后数你的父亲 为什么 拉比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原因也是很 很简单 也是比较经典 他说 因为你的父亲 只给了你现在世界的生命 你的拉比 他给你的是将来世界的生命 对吧 所以说你输的话 应该先数拉比 后数你的父亲 这是那个塔木德里面的一些裁定 还有 就是说 如果是妇女 女人和男人 被绑架了 那么你是先数 妇女 还是先数男人 那么拉比的裁定 应该先数 妇女 为什么 因为妇女被绑架了 她的危险更大 因为有可能会被这个绑匪 强奸 玷污 对吧 所以说 应该先 数 妇女 但是呢 这个也有特例 什么特例啊 在塔木德里面是这样写的 他说 如果这个绑匪 他们那个社会 对吧 他们流行的是同性恋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要先数男性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同性恋的话 这个女性反而没有危险了 有危险的是男性 对吧 所以说这个拉比的裁定 并不是说 一定要先数妇女 而要看谁 这个面临着直接的威胁 对吧 如果是一个同性恋的社会 绑架了男人 绑架了女人 那么男人的威胁 这个危险 大过女人 应该先数男人 好 那么这个基本原则是这样定的 那接下来就有了第二个问题 对吧 我们说 这个 赎金 如果合理的话 可以赎 不合理的话 高额的赎金 就不要付 那你说我怎么知道 这个 这个多少钱是合理的 这个赎金 多少钱是要 这个要价太高 对吧 难道人还有价值吗 不错 人有价值 那么在哈拉哈里边 他必须要 有一个衡量 这个人的价值的标准 是吧 用来 这个衡量 这个 这个绑匪 给出的赎金 究竟合不合理 那么在古代的话呢 那比采用的标准是什么标准 按照 奴隶市场 这个奴隶的 交易价 比方说 这个奴隶 这个30岁的壮年 多少钱 对吧 50岁的这个奴隶 估计这个利息也没有多少就不值钱了 对吧 估计小孩子也不是很值钱 因为是同工啊 对不对 妇女的话呢 没有这个男人值钱 因为这个妇女他不能做苦工 对吧 所以说 按照奴隶市场的交易价 来定 这个犹太人被绑架以后 的这个赎金 是否合理 对吧 就是说 那比说 如果是符合市场价格 我们可以给钱 对吧 如果不符合市场价格 对不对 这个大大的超过了市场价格 那我们就不给钱 那么 但你说古代的话有奴隶市场 那后来没奴隶怎么办 那么在16世纪的时候 有个拉比波兰的拉比 叫马哈德兰 他做了个彩点 他说尽管我们这里没有奴隶了 但是其他地方还有奴隶的交易 对吧 你说非洲什么其他地方 那都有奴隶交易 那么 如果我们本地没有这个奴隶的交易 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地方的奴隶的 这个交易的价格来定价 对吧 那么 但你说 这个一定要和这个市场价格一样高吗 那么这个时候又出现另外一个裁定 这个叫做Rodbars的裁定 他说 他说我们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呢 我们的赎金 可以略高过 合理的市场价格 对吧 但是不能够超过外邦奴隶的价格 你说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 对吧 如果这个犹太人的赎金 不高过 外邦奴隶的这个价格 那么这个绑匪 他就不会去绑架犹太人 他会绑外邦的 因为绑匪 他是赚钱的 他要看哪个这个人质 这个这个标价高 对不对 你这个 你这个标价越高 他肯定要去这个绑架你 你又赚钱了 对吧 如果犹太人的赎金 按照这个合理的市场价格 那么这个风险 这个危险就相对的 就减少了 对不对 那么外邦人价格高 那么这个绑匪 可能去绑外邦人 就不会绑犹太人了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拉比的 一个哈拉哈的裁定 那么其实 如果我们考察这个Torah的话呢 在立位级27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好像提供了一个参考价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经文 立位级27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于以色列人说 人还特许的愿 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格 价值归给耶和华 你固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 要按圣说的评估价 固定赢价50色可乐 看到没有 如果是20岁到60岁 是50个色可乐 如果是女人的话呢 是半价 不是半价 是30个色可乐 5岁到20岁 男子是20个色可乐 女子是10色可乐 1岁到5岁 如果是男的是5个色可乐 女的是3个色可乐 60岁以上 更不值钱 对吧 男人是15个色可乐 女人10个色可乐 那么在土耳里边那个规定 但是尽管拉批捷金不认为啊 这个经文是这个是按照这个奴隶市场的交易价 Rashi的比较有名的捷金 他说这个地方的价格 他不是按照奴隶市场的交易价 但是呢 我感觉这个很有意思 对吧 这个我感觉以前搞不懂 为什么这个人要有价格 那现在明白了 那么是针对绑匪 开的这个赎金 对吧 合不合理 那么从这个地方 可以找到一个参照和依据 好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你说这个星期 或者说这个 今年10月7日这个哈马斯 绑架了以色列200多个人质 对不对 所以以色列开始战争 要消灭哈马斯 那么这个星期 对吧 这些外邦人 帮他撮合 达成了一个交换人质的协议 对吧 说白了就是赎金嘛 对吧 那么这个赎金 合不合理 对不对 有没有高过市场价 对不对 如果你高过市场价 以色列统一了 就不符合托拉了 那么 对一般的人来说 对吧 你不学托拉等等等等 那么你说 对于人质的家庭来说 再高的代价也是合理的 我要我的亲人回家 人的生命高过一切 对吧 那么其实问题真的那么简单吗 对吧 那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那么比方说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以色列建国以后 有很多次有名的交换战俘的协议 而且以色列的这个 这个标价都是很高的 对吧 比方说 1985年5月 当时以色列和黎巴顿 对吧 战争 那么最后 以色列政府 用1150个黎巴顿的战俘 交换了三个以色列的战俘 看到没有 1150个人 换三个犹太人 你说这个标价也太高了吧 三个人 三个犹太人 值 1150个黎巴顿的恐怖分子 那么这个交易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对吧 那么拉比界有两种观点 那么一方是这个 同意一方是不同意 对吧 那么比方说 比较有名的 拉比 他认为 以色列政府 释放1150个战俘 是一个不合理的赎金 价格太高了 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 会导致将来更多的 这个劫持 以色列人质的行为 反而会让以色列士兵 处于危险之中 那么 现在回过头来看 那么现在 这个几十年以后 回过头来看 当年被释放的战俘当中 有一个叫做 阿哈梅雅森 那么这个人 被以色列放了以后 他就建立了哈马斯 并且成为了 这个哈马斯的精神领袖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代价 按照拉比的说法 太高了 不合理 对不对 因为三个人 结果 你换了一千 你换了1150个恐怖分子 其中不法 这个恐怖分子的精英 而且其中有一个叫 阿哈梅德亚神 他后来建立了哈马斯 成了今天的这个 这个亚克马 亚克米德亚神 他后来建立了哈马斯 成为了他的精神领袖 那么 有否定的 也有 肯定的 对吧 比方说 那么也有拉比 同意以色列政府的 这个决定 那么这个标有名的 叫拉比 小物 伊斯拉拉利 那么他说 他说 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 有责任 不惜一切 一切的代价 救赎自己的士兵 因为士兵是国家的使者 对吧 就所谓两国交战 不斩来死 那么他说 按照这个哈拉哈 人质 可以 不惜一切的代价 来赎自己 对吧 那么所以说 国家 以色列国家 要不惜一切代价 赎自己的士兵 因为 士兵 是国家的一部分 对吧 赎士兵 就是赎国家 那么特别是当被俘虏的士兵 面临着直接的生命危险的时候 所以 花重金 救赎战俘 即使将来会导致更多的绑架 已经不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在哈拉哈里边 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 现在的直接危险 高过将来的 可能的危险 对吧 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在我们面前 三个士兵 三个犹太人 他的生命 受到了威胁 那你说 你放了这些 这些恐怖分子 那将来不是有更多的 这个绑架 有更多的危险 将来的危险 是可能的危险 现在的危险 是实在的危险 那么现在的危险 直接的危险 高过将来 可能的危险 那么按照这个哈拉哈的一个原则 那么他认为 可以 这个 赎 这个士兵 而且不惜 这个一切代价 去赎士兵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 我们再继续分享 好 大家休息好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刚才的分享 对吧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对吧 关于这个 以色列政府 俗 这个人质 那么拉比界有两种观点 那么还有一个 另外就是说 关于这个 1985年 这个以色列 用1150个 黎巴勒战俘 换三个 以色列战俘 那么 还有一个拉比 他也提出了观点 拉比 哈因 达 哈雷 那么他也支持 以色列政府的 这个决定 为什么呢 就说 因为 不付高额的赎金 那么其中的一个担心 是担心 将来会造成 更多的绑架 威胁 对吧 比方说你如果价格太高了 对吧 那所有人都会来绑架你 因为知道这样会很赚钱 但是他认为 那么以色列和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 交战 他们以色列的战俘 如果被救赎回来 不会造成 将来更多的绑架 威胁 为什么 因为这些阿拉伯国家的这些恐怖组织 他们的目的是不切 是不系一切手段 要消灭犹太人 所以说你救不救人质 并不能改变 他们会继续绑架人质的这个计划 对吧 但如果反过来 你不去救赎以色列的战俘 那么必定会大伤士兵的士气 那么 在1985年的这个交换人质以后呢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事件 那就是在2011年 10月 那么再次出现了一个这个交换人质的这个 这个这个交易 那么当时 以色列政府 用1027个恐怖分子囚犯 交换了一个 在加沙被囚禁的士兵 叫 Gilad Shalit 对吧 那么用 用1000多个恐怖分子 交换一个以色列士兵 而且 当时被这个释放的恐怖分子里边 不反哈马斯的精英 而这些当年被释放的哈马斯的精英 在后来策划 的各种恐怖袭击当中 杀了不下于六个以色列人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呢 在以色列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对吧 这个拉比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但是后来 基本上 这个拉比界的观点 都是支持以色列政府 这个 这个 这个不惜一切代价 去赎 战俘 或者人质 那么其实战俘是一个 一方面 这个人质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其实这尽管都叫做 这个被绑架的 叫Captive 对吧 叫 习乎硬 那么 这个问题其实啊 在 即使在拉比界里边 仍然是有争议的 那么绝大部分人的观点 是应该去救赎 但是也有人的观点是不应该去救赎 那比方说比较有名的 就是基本上 就是说如果是比较 这个保守的 比较保守的拉比 比较保守的犹太人 那么他们的观点都是不应该去救赎 为什么 因为Torah的原则 是不和仇敌 谈判 救赎 救赎人质 而是应该将仇敌 彻底的消灭 那么这个是一个Torah的原则 也是圣经的启示 那么这个其实可以在圣经里边找到一个依据 那么这就是萨尔姆 上 30章 那么记载了一个 大卫 大卫王 的一个故事 那么如果大家去读经文的话呢 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 大卫 当时 他 蹲点的地方是一个地方叫做喜格拉 Tiklak 那么亚玛利人 打劫 攻破了这个城 用火焚烧 掳掠了城中的妇女 对吧 一个都没有杀 全部 掳掠成为人质 不单单如此 大卫自己的两个妻子 也被 努力 作为亚玛利人的人质 对吧 那么你说这个其实就和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个概念 这个亚玛利人 是以色列人的仇敌 对不对 攻占了这个大卫的城 那么 这个努力了人质 那么这个时候 大卫是怎么做的 对吧 那么大卫 他并没有和亚玛利人谈判 也没有赴高额的赎金 他是去祈求 耶和华的启示 而且耶和华给的启示 也是很简单的 是吧 撒末尔记上 三十章第八节 大卫求问 耶和华说 我追赶敌军 追得上 追不上呢 耶和华说 你可以追 必追得上 都救得回来 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 在大卫处理 这个绑架人质事件当中 那么他 既没有和仇敌 停火 也没有谈什么和平 也没有谈这个 赴高额的赎金 也没有谈交换人质 对不对 而怎么样 通过战争 通过战争 对吧 而且撒末尔记上 三十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 告诉我们 大卫通过战争 那么 把亚玛利人 所掳去的财物 以及所有的人质 无论大小 儿女 全部都夺回来 没有失落一个 当然你说 这是神的 这个神的手在里面 那当然 但是同时我们知道 大卫所做的 所有的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 对吧 除了一个事情以外 那就是关于 这个 他奸淫的那个事情以外 所有的其他事情 都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对吧 那么所以说 从这个地方 那么圣经给了我们一个 很明显的 明确的一个案例 那么以色列 在处理这个 哈马斯这个人质的问题上 是不符合土耳的 也是不符合这个圣经的 尽管有拉比的支持 对吧 但是和圣经里面学的是不一样的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对于以色列人的仇敌 没有和平 必须要将他们消灭 那么这样的话 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 这个 战争的问题 人质的问题 才会有真正的和平 但是呢 这个 不管是以色列政府 受到了西方的压力也好 受到了舆论的压力也好 等等等等 对吧 你不管什么原因 那么这个星期 他做的这个决定 是错误的 那么在这以前 其实以色列政府的 这个 态度是很 这个 坚决的 对吧 一定要将哈马斯 全部消灭 那么当然他现在也是这样说 要消灭哈马斯 但是你这样一停火 首先 按照这个拉比的说法 这么一停火 这些所谓的国际人道主义 就进去了 这个进去了 那么就会 导致以色列没法 全面的进攻 为什么 因为这个 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 在这个地方就成了你的 这个绊脚石 你没法 完成你最初的计划 所以说这个 这个以色列这一次一松口的话 可能就已经注定了 这个哈马斯 这次 不可能被完全消灭 对吧 因为你只要一松口 你只要一松手 这个机会就已经失去了 对吧 所以说 那么 这个决定应该是错误的 是不符合土耳的 那么这也是因为在以色列 国内 那么这些左派势力 也太多了 对吧 这些 因为说白了 很多这些被绑架的人质 他都是左派的 对吧 都是一天到晚跟你讲和平 讲和平 都是一天到晚跟你讲 这个两国 这个要通过 two states solution 所谓的 两个国家的 这种 这个联合国强加的 所谓的这个和平计划 那么这都是不符合土耳朵的 那么我估计这次 那么 这是一个相当错误的一个决定 那么会导致以色列 这次可能会失败 因为他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么可能会失去 神的看顾 对吧 因为你 因为你做错事情了 对吧 所以说 那么 所以说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 这个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分享另外一个话题 因为这个星期的话呢 我们讲到了这些绵羊三羊 所以说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另外一个话题 那么也是马太福音里边 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经文 马太福音25章第30节到第40节里面 有这么一个经文 对吧 那么大概意思 就是当人子最后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 那么 经文告诉我们 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然后 这个耶稣基督要把绵羊放在右边 把三羊放在左边 那么 哪些人 被放在了右边 哪些人被称为绵羊 那么耶稣怎么说 他说因为你在我饿的时候给我吃 渴的时候给我喝 对不对 这个我做客人 你让我住 没有衣服穿 你给我衣服 我病了 在监牢里边 你来看我 那么这些艺人就问 好像我们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我们什么时候做过 那么耶稣怎么回答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情 你既做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的身上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对吧 那么放在左边的这个三羊 是反过来的 那么他没有行在 这弟兄中 最小的身上 就没有行在 耶稣的身上 那么因此 就下地狱 那么行出好行为的 那么就都永生 好 那么这个 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 这个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去思考 我们要提几个问题 对吧 大家要开动脑筋 这个地方有一些信息 估计我们很多人 在读的时候都忽略了 没有注意 有几个信息 对吧 首先你说 第一个问题 你要问问题 你说为什么绵羊放右边 三羊放左边 那么这个的话呢 这个 你学了卡布拉以后 那个这个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右边那么在生命书里边 代表黑色代表 恩慈白白的给出 对你先付亚伯拉罕 左边在生命书里边 对你格布拉大人 那么大人的意思就是 瘦脸不给出 对你先付以撒 对吧 所以说有扇形的 那么放在右边 那么对应的是黑色 没有扇形的是 放在左边 那么这个的话 比较好回答 对吧 大家也可以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提第二个问题 你说 你说为什么 这个 这个右边是绵羊 左边是三羊 这个绵羊和三羊 有区别吗 对不对 这个问题你要提 那么其实绵羊和三羊 没有区别 对吧 尽管 估计很多这个基督教的一些解经 把这个三羊描述成撒旦 对绵羊是这个叫怎么 纯 纯洁 无罪的绵羊 那么三羊的话呢 全是罪 对吧 撒旦 三羊 那其实这个理解是不胜确的 绵羊和三羊 代表的是双子 而且 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你说 我们怎么知道 因为越界的羔羊 既可以取自于绵羊 也可以取自于三羊 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五节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 你们或从绵羊里边取 或从三羊里边取 都可以 看到没有 所以说 绵羊和三羊 都是洁净的 都是没有区别的 对吧 都可以用来做 这个献祭 而且越界的羔羊 没有人说一定是绵羊 也可以是三羊 对吧 尽管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这个 这个预约节的绵羊 那是三羊也是可以的 这是陀佬里边写的清清楚楚的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你学到了什么功课 绵羊和三羊 他们的先天是没有区别的 没有这个绵羊 这个造出来就是无罪的 这个三羊这个造出来就是有罪的 没有这种说法 对不对 他们的先天是没有区别的 区别他们的是他们的行为 对不对 决定他们在右边还是在左边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先天 而是他们的行为 你行出善行 就放在右边 你行出 你没有行出善行 就放在左边 对吧 你好的行为 就得永生 你没有好的行为 就对应审判 下地狱 对不对 所以说马太福音 25章第46节说 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 那么艺人要往永生里去 看到没有 你说这个东西好像 这个好像和他们的信仰没有关系 对不对 好像是按照他们的行为 那么第三个问题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很多人都没有读 并不是没有读懂 而是没有读了以后去思考 这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 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他要审判的万民是谁 这个地方说 万民要聚集在他的面前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答案很简单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思考 也不知道 当圣经提到万民 那么这个西伯来文总是过瘾 那么万民 就是指外邦国 那么每当陀拉也好 圣经也好 包括新约圣经 提到外邦国的时候 他都不包含 都是有别于以色列人 这是圣经里边的一个原则 基本原则 每当提到过瘾 你可以翻译成万民 翻译成外邦 他都有别于以色列人 为什么 因为圣经里面写的很明确 以色列是独居的民 不列在万民之中 对不对 每当提到万民 以色列是排除在外面 对吧 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 很明确的 明书记二十三章第九节 很安 nevada ishkan 的确 这是独居的百姓 who were going no is hasshav 并不算在 外邦国中 看到没有 这个西伯来文 going 中文把它翻译成万民 那么这个经文是相当简单的 简单字面词 每当圣经提到going 万民 外邦 他都不包含以色列 每当经文提到以色列 他都不包含 万民 外邦 对吧 这个的话呢 你仔细去体会 那么我们以前读圣经 没有这个概念 对不对 你如果不学tora 那么 你就没有这个概念 这个圣经里面是很明确的 而且在这一点 新约圣经和这个旧约圣经 都是很一致的 对啊 比方说 耶稣基督给他的门主说 你们祷告 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祷告 看到没有 不要像外邦人一样 所以说这个地方被审判的万民 是指外邦人 那么有了这个问题以后 那接下来要提第四个问题 你说既然如此 这些外邦人 有的行善 有的不行善 他们行善的对象是谁 是向谁行善 或者说如果他没有行善 是给谁 没有行善 那么这个我们没有想过 对了 估计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问题 那么答案是什么 以色列人 对不对 那么这个逻辑是很简单的 如果耶稣基督在宝座上审判了外邦人 审判是外邦人 不包含以色列人 那么他们行善的对象 那必定是以色列人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人 是不列在外邦国之中 对不对 那么正如外邦人的定义 是不在 是以色列之外 所以说以色列的定义 是外邦人之外 所以说在马太福音 25章40节 给出了一个关键的经文 就证明了我们的观点 那么耶稣基督怎么回答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那么针对的是谁 针对的是耶稣基督的弟兄 看到没有 他审判外邦人 是看外邦人 对他的弟兄好不好 你说啊 那谁是他的弟兄 马太福音12章25节 告诉我们 凡遵行我天父旨义的 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亲了 什么意思 谁是耶稣基督的弟兄 遵行他旨义的 如果你不遵行他的旨义 你就不是他的弟兄 看到没有 所以说 在我们今天 受到了西方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影响 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圣经不是这样启示的 圣经将以色列人 和外邦人分别出来 谁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是弥赛亚的弟兄 谁是他的弟兄 遵行天父旨义的 如果你连天父的旨义 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去行 对不对 你要遵行天父的旨义 前提条件是你必须要知道天父的旨义是什么 那么天父的旨义是启示在圣经里边 启示在陀拉里边 那么只有以色列人领受了托拉 所以说遵行天父旨义的是以色列人 这是弥赛亚的弟兄 对啊 所以说 那你说OK 你说你这个 你说你这个理论好像 不对 我可以反驳你 为什么 因为 在经文里边 不管是这些义人也好 是这些恶人也好 他都称耶稣为主 对啊 比方说 马太福音25章37节 义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给你吃 渴了给你喝 你说这是义人 他叫耶稣 叫主 那么恶人也是一样的 马太福音25章44节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渴了 或做客旅 或自身怒体 或病了 或在监理 不适合你呢 你说啊 他们都称耶稣为主 那不是基督徒吗 对吧 只有基督徒 才称耶稣为主 对啊 那你说 这个 外邦人 甚至无神论 他们会称耶稣为主吗 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 也很简单 一方面 他们或许真的是基督徒 那么但他们 却不认为自己是以色列的 那么这是 这是第一个答案 可能的答案 第二个答案 我认为是一个更合理的答案 就是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 他们真的是代表全人类 他们甚至可以是无神论 异教徒 偶像崇拜 所有这些人 那你说啊 那他们 你无神论 怎么可能称耶稣为主 答案很简单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当人子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会认识他 对不对 启示录一章第七节 众目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 万族看到没有 外邦 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阿闷 所以上面的这些外族 万族 那当然是指外邦人 对不对 那如果是外邦人 那就排除了以色列人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人不可能哀哭的 以色列人看见耶稣回来的 不可能哀哭 对不对 那肯定是喜乐的 对吧 另外还有一节经文 那么罗马书 十四章十一节 他引用的是以色亚书 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 万族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对不对 从天而降的时候 带着荣耀来的时候 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认识他 这是大策大悟的时候 我不管你是无神论 还是什么论 那么那个时候 你都会下跪 都会开口承认 都会称耶稣为主 所以说 尽管在马太福音里边 那么这些被审判的人 称耶稣为主 并不代表着 他们一定是基督徒 他有可能是基督徒 但更有可能是所有的外邦人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 那么在 末日 审判外邦人 是通过他们的行为 看他们的行为 对不对 外邦人 称义 是通过行为 什么行为 看他对以色列的态度 但以色列人 称义 却不是因为行为 而是因为 耶和华的名字 那么这个概念 在以赛亚书 就是保罗 引用的 这个经文的 下一节经文 以赛亚书 25章25节 大家可以看经文 在耶和华的名字里边 他们都会称义 他们都要赞美 看到没有 在耶 因为耶和华的名字 他们要称义 他们要得赞美 得荣耀 谁 所有的 以色列的后裔 所有以色列的种子 看到没有 外邦人称义 是通过行为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耶稣说 我看你怎么做的 看你对以色列怎么做的 对不对 你看到以色列人 这个没有吃的 你有没有给他吃 需要帮助 也没有帮助他 如果你 行出了善行 你对以色列人很友善 那么你得永生 你是义人 但如果你没有去 帮助以色列人 你没有给他善行 怎么样 你是一个恶人 你要下地狱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马太福音啊 对不对 马太福音啊 对不对 但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 那么你的审判 不是看你的行为 而是什么 而是因为你是以色列人 因为神的名字 你就能够 成义 对不对 那么这是以色亚书 25章25节 所以说 尽管 尽管 在马太福音 25章 这个经文里边 告诉我们 右边有一群羊 是绵羊 左边有一群羊 是三羊 但我告诉你 还有一群羊 是以色列的羊 是以色列的羊 在中间 在中间 要不然 耶稣基督怎么可能对他们说 对不对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情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我这弟兄在哪里 他肯定是指着他的弟兄 他的弟兄既不在左边 那是三羊 也不在右边 那是绵羊 而是什么 而在中间 那是以色列的羊 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三群羊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 按照我们学习卡巴拉 那我们知道 以色列既不属于右边 也不属于左边 而是代表右边和左边的合一 中间的概念 对不对 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西伯来文 叫Israel 它的数值等于541 右边的西伯来文叫Yemani 左边的西伯来文叫Semolani 对不对 你把右边的西伯来文 Yemani和左边的西伯来文 Semolani 你加在一起算它的数值 不多不少 正好等于541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以色列既不是右边 也不是左边 而是右边和左边的合一 那么坐在中间宝座上的是弥赛亚 坐在中间的是弥赛亚 你说中间是弥赛亚 怎么中间又成了以色列了 不错 以色列和弥赛亚都在中间 因为弥赛亚是以色列的头 以色列是弥赛亚的身体 对不对 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 对吧 马太福音25章的这个比方 我们知道 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 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所有的外邦国都会被审判 被分为两大阵营 右边的绵羊和左边的三羊 对不对 那么这是外邦人 按照他们的行为被分开 右边的绵羊左边的三羊 什么行为 具体看什么行为 并不是看他们 有没有什么发明创造 也不是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经济腾飞 对不对 也不是看他们为人类造福多少 这个都不考察 对不对 也不看你的经济有多发达 也不看你这个社会有多么的进步 没有 也不看你有多么的文明 也没有 也没有看你这个黄金有多少 白银有多少 没有 看什么 看他们是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的 对不对 你对以色列人是什么态度 对不对 这个和你这个有多聪明不关系 不重要 对不对 你的军事能力有多发达不重要 你国家有多大不重要 重要的是看你是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的 对不对 如果你对以色列人行善 你就会被放在右边 你就成了绵羊了 你会得生命 你会蒙福 反过来 如果你对以色列人不行善 对吧 爱理不理的也无所谓 一天到晚该干骂 干骂 对不对 对以色列人这个也无所谓 也不关心 也不了解 对吧 你是个外邦人 那么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你会受到审判 你会受到咒诅 那么这其实就是应验了下面的一个应许 那么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应许 这是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那么大家都比较熟悉 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给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看到没有 地上的万族怎么样因你得福 那么就是耶稣基督 在荣耀宝座上的审判 你怎么样得福 你要去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 以色列人 对不对 所以说 你祝福以色列人 你去帮助他 你给他行善 你就会蒙福得福 你会被放在右边 你得到永生 反过来 你咒诅以色列人 对不对 你不帮助以色列人 你就会被放在左边 你就会受到咒诅 那么这是神的应许 这是托尔的启示 对不对 那么在马太佛音25章里边 给我们得到了澄清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学习到这里结束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休息10分钟15分钟 对吧 我们再给大家自由提问回答 好休息一下 好大家休息好了 给大家来回答问题 第二问题 怎么样 什么样理解 新约用永行和永生 好像托尔没有永行的说法 那么其实新约也不是讲永行 对吧 因为这个如果你真的去 把新约和托尔把它协调了以后 那么结合拉比的领受 那么恶人在地狱里边 那按照拉比的这个传统 这个地狱 一般的人在地狱里边 不会超过12个月 不管是谁 在地狱里边不会超过12个月 那么如果真的是有 十恶不赦的 对吧 相当恶的人 那怎么办 那么他的灵魂 会被烧灭 烧毁 会被消灭 不复存在了 不复存在了 对吧 所以说基本上 这个拉比戒是没有永行的说法 那么基督教的永行的说法是 可能是因为读这个圣经 简单字面成 比方说 这个西伯来文 这个欧浪 就是永远的意思 永永远远 但这个欧浪的西伯来文 他可以理解为永永远远 不错 他字面意思是永永远远 但是在这个相当有名的一个经文 就是在那个图拉里边 将提到这个西伯来仆人 他愿意侍奉自己的主人 在耳朵上用锥子锥个洞 在门框上锥个洞 他就可以侍奉他的这个主人到永永远远 这经文的字面成 那么这个地方是经典的这个拉西解经说 这个地方的永永远远 是指五十年以后 喜年 为什么 因为在喜年的界面里边说 所有的仆人奴仆 那么在喜年 要全部得救赎 要回到自己的本家 对吧 所以说 那么这就需要你去读图拉 就是你要学会怎么样读懂圣经 圣经这个经文表面上的矛盾 并不是矛盾是协调 是协调 两个不同的视角 对吧 比方说 同样一个仆人 西伯来仆人 在这个出埃及记说永永远远 侍奉主人永永远远 在民宿在立位记 告诉我们到喜年 全部回家 回本家 那么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 这个所谓的永永远远 并不是永永远远 而是一个既定的时间段 对吧 那么针对这个仆人的话呢 他的时间段是喜年 那么到了喜年以后 他的永永远远就结束了 对吧 同样的道理 即使在圣经里面也会提到永永远远 比方说以赛亚书66章 也提到了永永远远 以及这个新约圣经里面 比方说也提到永永远远 那么这些永永远远 都不是永永远远的意思 而是什么 而是一个特定的时间段 对吧 特定的时间段 下面问题 请问以色列 被迫做出停战决定 也算违背托拉吗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 那么这个就没有补救了 对吧 这个东西 这个神的设计 神的计划都是这样的 你做错了一个事情 这个这是没法补救的 因为神的计划是这样的 对吧 就好像那个 这个讲一个 就是说不相关的一个 一个 这个以前我们听到的 就Arizal 他是怎么死的 Arizal 很年轻就死了 因为他的门徒 问他了一个问题 他说我这个问题 我不能把答案告诉你 我如果把答案告诉你呢 我就会死 但门徒 提了这个问题 但Arizal说 既然已经提了问题 我就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 说白了 他什么时候死也是命定的 对不对 只不过呢 Arizal 要死 他有一个契机 那么这个契机 就是通过门徒提这个问题 对吧 同样的道理 比方说 以色列 要消灭 哈马斯 要全军 要将哈马斯 全部消灭 那么有可能命定 是让以色列 不能消灭哈马斯 对不对 所以说 就创造了一个 这个选择 对吧 其实也是有自由选择的 说白了 的确是自由选择 在人的层面 这是一个选择 对不对 但是在神的层面 已经定好了 对吧 有可能神的层面 这个我们不知道 我们猜测 对吧 有可能 在神的层面 已经命定了 以色列 没法完全消灭哈马斯 那么哈马斯会 加入末日的 这个 外邦 围攻 耶路撒冷 因为圣经里面 已经有预言了 所有的外邦国 要围攻 耶路撒冷 对不对 你现在把哈马斯 给消灭了以后 怎么围攻啊 对吧 但是如果 以色列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你说如果他选择了将哈马斯 全军 这个消灭 全部消灭 不停战 那那就是符合土耳了 那你说 岂不打乱了神 末日的计划 也不一定 对吧 因为神的智慧 是高过我们的智慧 这个东西 你不要去担心 那么 我们需要担心的是 人在这个地上 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而且做任何一个决定 他有个时间 你 对吧 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要有个时间 比方说你在这个时间段 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你说我能不能够 这个补救 就没法补救 这也不可能补救了 那么这和人犯罪是两个概念 人犯罪的话呢 因为神的怜悯 可以悔改 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 你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那么 就 没有补救 对吧 那你说为什么以色列会做这个决定 这个具体原因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从表面上看 我们只能说表面 真正的原因没有人知道 从表面上看 那么一方面 是整个全球范围内的 整个全球范围内 这个左翼的势力 这是相当的强大 左翼 什么叫左翼 左翼就是一天到晚 要跟你爱爱爱 一天到晚要和平 不要战争 对不对 一天到晚 要给你 这个联合国 什么 这个人道主义 这都是左翼 对不对 一天到晚 什么气候变暖 这叫左翼 对不对 真正的这个 相信神的 不可能有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你真正是信神的 你不可能一天到晚跟你和平和平的 对不对 因为你相信神的话 你知道神 是公义的 对不对 邪恶就要受到审判 那不可能跟你邪恶谈和平 对不对 你真正信神的话 你也不会一天到晚 什么气球 这个这个气候变暖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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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车 对不对 这个要控制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石油 这都是一个错误的甚至是愚蠢的这种意识形态 对吧 那么只有左派才会这样做 那么 基本上 以色列 做出这个错误的停战决定 是因为 全球范围内的左翼势力 以及以色列国内的 这个左翼势力 对吧 比方说说白了 这个被抓的这些俘虏 人质基本上都是左翼 对不对 因为这个真正的这个信神的 安息日都在学妥拉 在这个会堂里边 都没有被抓 那天被抓的都是左翼 都是不遵守妥拉的 在那狂欢的 对不对 还有就是在这个加 在那个加沙地带那个地方 一天到晚和平过去和平过来的 对不对 一天到晚 对这个 对这个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 这个 这种赦免的宽容的 所有这些都是左翼 对吧 这些左翼都是不敬畏神的 对不对 那么 这次以色列在前方打仗 在国内的这些游行 都是这些左翼在搞 对吧 给政府施加压力 要 要这个 要不惜一切代价 释放人质 对不对 所以说 那么以色列 这次做出这种错误的决定 按照我的观点 那么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 对吧 我们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但是我的观察 那是因为 以色列 国内和国际上 这个左翼势力 这个 太猖狂的原因 那么他既然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 那么在四天 那么很显然 这个哈马斯就可以重新修复一下 对不对 那么就可以这个 就按照我们中国话说叫 叫揣过气来了 对吧 这个时候 所谓的这些国际人道主义 对吧 这都是 这个 所谓的国际人道主义 就会把这些 养这些什么食物 这些 这些燃料等等等等 那么表面上是这样讲的 但实际上谁知道有什么东西进去了 对不对 说不清楚 对表面上的和后面 幕后的你都说不清楚 对不对 但是呢 从客观上 会进一步的 限制 以色列 这个消灭 哈马斯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人道主义进去了 你更 就是说 如果在这以前 对吧 以色列 这个攻击哈马斯 这个伤亡的涉及到 所谓的 无辜的平民 对吧 没有什么平民是无辜的 对吧 这些平民是巴勒斯坦 那现在国际人道主义进去了 那更不更麻烦了吗 更没法展开 这种 这种消灭这个哈马斯的战争 现在基本上就就 整个战争 基本上 那以色列就失败了 说白了 对不对 这个这个恐怖主义 有了这个揣息的这个时间 那么接下来 会策划 更恐怖的袭击 对吧 所以说以色列的话呢 基本上 在这方面 他是 这个不吸取教训的 对不对 你对恐怖主义 对邪恶势力 心软 那么你其实 就是在伤害自己 所谓的龙夫和蛇的故事 你不可能 对不对 对蛇 去起怜悯的心 因为蛇 你让他暖和了以后 回过来会咬你 对不对 你行善 你要看你的对象 对吧 你不可能说啊 所有的人都是神创造的 都要怜悯 不错 但是有恶人 有好人 对不对 你要有分辨能力 对不对 所以说在马太福音里边 25章 人子耶稣基督审判 他并不是看你 这些外邦人 对所有的人行善 而是对谁 对以色列人行善 对不对 下面问题 上次查考 23章第6节 诗篇一生一世 我生命的日子 可以理解为永生永世 看一下诗篇27篇第4节 这个一生一世的希伯来文 也是我生命的日子吗 这个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因为他翻译都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文 27章第4节 四篇27章第4节 有没有写对啊 好像 27章第4节 这个因为 我怎么看不到 有这个 delight 第一下 给你 这 desire 这个经文 有没有打对啊 好像这个 没看到 有 有你讲到的 这个 这个中文也好 这个 好像这个经文 我估计你没有打对 找不到你说的 这个经文 好 下面一个问题 下面问题 启示录代表 以色列12个自派 是雅各的12个儿子 还是耶稣的12个门徒 两者什么联系 那么12个自派 当提到12个自派 那都是雅各的12个儿子 对不对 那么 那么耶稣的12个门徒的话呢 他 很多是外邦的人 外邦的名字至少 对吧 比方说什么Andrew 对不对 什么这个Philip 那么这些都是 这个这个希腊的名字 罗马的名字 对不对 你只有希梦 那么这是希伯来名字 这个犹大 耶和达 这是犹大的名字 对吧 John 约翰 Yohann 那么这个是希伯来名字 但是你什么 菲利普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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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所有 这些都是外邦人的名字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一定是这个外邦人 对吧 因为 这个当时这个犹太人 有可能会 取外邦的名字 也有可能的 对吧 就就好像比方说 这个今天的犹太人 他都一样的 对吧 他一方面有自己的希伯来名字 一方面有他的外邦名字 嗯 就好像保罗一样 对保罗 这个司徒保罗 对吧 他的希伯来名字叫做小物 对吧 扫罗 他有一个外邦的名字叫保罗 因为保罗是个罗马的名字 嗯 但是你说这两者有什么联系 那么简单字面成的话呢 你说OK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找12个门徒 为什么不是13个门徒 为什么不是10个门徒 那很显然是对应以色列的12个字派 这是简单字面成 但你说奥秘成有什么联系 那么奥秘成的话呢 这是个理论 这是个理论 我们我们还没有证明 对吧 这是个理论 那么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证明 那么奥秘成的话呢 怎么样才能够体现出神的设计 那就是12个门徒 来自于12个字派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很显然是 就是一般 就说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多了以后 你会发现这都是设计 那么如果我们读圣经读通了的话 那么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12个门徒 应该是12个字派 来自于12个字派 对吧 也就是说这12个门徒代表 以色列的12个字派 那这个东西是个理论 我没有证明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去证明 对吧 下面问题 现在年轻人对求心 歌星 影视明星 狂热和崇拜 如果把这个热情用在拜耶和华神这里是对的吗 这个不是对不对的问题 对不对 人他都有一个崇拜的这个潜能本性 人的本性是崇拜 但是崇拜你要崇拜对了 那么人作为一个受造被造的人 他应该崇拜 他应该崇拜 敬拜自己的造主 那么这是天性 每个人都有这个天性 但如果人崇拜造主 的这个天性 被抑制了 被压制了 对不对 被阻隔了 被阻拦了 被这个误导了 他就必然 会去崇拜 民心 这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人不管怎么样都要崇拜 那么你是崇拜人呢 还是崇拜造主 当然 你要崇拜造主 那是因为你你必须要认识造主 对不对 下半个问题 亚伦两个儿子拉达雅比乎 是因为他爱神被杀的吗 那么这是拉比的解经 对不对 这个因为圣经给的理由叫做什么 叫做 ish Zara ish Zara ish Zara就叫反火 ish 是火 Zara 是这种 叫strange Zara 外面的 对吧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叫反火 ish Zara Zara Zara的意思就是纪律的意思说来了 对不对 就是说就是奸淫 对吧 人家把它 再白话一点叫奸淫 因为Zara是纪律 对吧 意思就是说 他崇拜神 他没有按照规矩来 他按照自己的想法 对吧 你说白 你说这个不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就这样的吗 对不对 基督徒很多时候崇拜神 对 他不按规矩来 他按自己 自己想怎么干 你怎么干 所以说 土耳称这个叫 ish Zara 对吧 人和神的关系是妻子和丈夫 新娘 和新郎 对不对 你这个疯狂的爱 这个你没有这个节制的爱 你没有原则的爱 这个没有规矩的爱 那不是成了这个纪律的爱了吗 所以说叫ish Zara 下面问题 请问 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吃了树上的果子 为什么地要受咒诅 那么这个问题提的好 因为这拉比提的问题 拉比说 这个亚当吃果子 干嘛地要受咒诅 对吧 所以拉比的标准解经 为什么地要受咒诅 因为在人犯罪以前 这个树先犯罪了 怎么犯罪 因为当神在这个第四天的经文 神怎么说 他说让这个 这个树 能够长出果子 那么结果树长出了果子 那如果你看翻译你看不出来 但如果你看西伯来文的话呢 那么看西伯来文 它是这样写的 就是说 神的诫命 是让整棵树 都是果子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树叶也可以吃 树干也可以吃 树枝也可以吃 树根也可以吃 整棵树都是果子 但最后这个树 当然就说 那比如说 这个地犯罪了 这个地怎么犯罪 因为是让这个树 从地里边长出来 是让地里边冒出来 结果地里边冒出来的树 它 只有果子才能吃 它的树枝树干树叶不能吃 所以说这个地先犯罪 所以说在审判的时候 那么地要受咒诅 对吧 那么从这个地方 这个拉比就知道了 在将来 对不对 不管是新天新地也好 还是可能千禧年也会有 那么整棵树都可以吃 不单单是果子 果子也可以吃 但树也可以吃 对吧 其实这个东西 你想想 这些蔬菜的话 都不一个概念 对不对 蔬菜 有的蔬菜 你是吃叶子 有的蔬菜 你是吃它的根 有的蔬菜 你是吃它的杆 有的蔬菜 你是吃到果子 所以在蔬菜这个问题上 它的确是 就是说 有的蔬菜 可能什么都可以吃 对不对 所以这个并不是很奇妙的事情 只不过呢 这个树 到的确没有哪棵树 可以直接吃 对吧 你只能吃它的果子 那么这是一个 这个地 犯罪了 下面问题 现在科学技术 突飞猛进 超过任何时候 这也是神让天使 告诉人的吗 目的之一 也有让不幸的人 更加不幸吗 告诉和启示的区别 那么说白了 人的这些知识 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人的知识 那么你可以分为两大类 对 就好像其实我们说白了 你把在这个生命书里边 我们知道有两个属性 一个叫智慧 一个叫通达 叫Bina 对不对 那么智慧和通达 智慧是父亲 通达是母亲 他们的儿子叫知识 那么人的知识 就包括所有的科学技术 这叫知识 它怎么来的 所有的科学技术 这个知识 它都有一个父亲 有一个母亲 他的父亲叫Hochma 他的母亲叫Bina 一个叫智慧 一个叫通达 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 所有这些知识 它的第一步 来自于天上的启示 这叫什么 这叫灵感 对不对 所以说你去看那些科学家的一些发明故事 我跟你讲 我小时候的时候 读小学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看那些 那些什么科学家 这个发明家 他们的一些故事 我特别喜欢看 对不对 我就发现有个规律 所有这些科学家 发明家 他们的科学 发现都有一个灵感 突然有个灵感 比方说在吃什么东西 突然来这个灵感 比方说这个牛顿 对不对 在这个树下面睡觉 这个苹果掉下来了 突然有了个灵感 对不对 哪个化学家 因为突然有个灵感 做梦 梦到了什么 第二天马上实验室里边 就发现了什么什么东西 你会发现 所有这些重大的 关键的 科学的发现 它都是来自于一个灵感 这个灵感 什么叫灵感 叫无中生有 H美阿尹 就是这个科学家 有一天中午睡觉 对不对 可能咖啡没有喝多少 一下给睡着了 突然做了一个梦 有了个灵感 怎么来的 神给的 但是你光有灵感 你还没有知识 你必须要有通达 什么叫通达 通达的话 就是在这个灵感的基础上去发展 对吧 那么这就是科学家 他不单单要有灵感 他还必须要具体在实验室里边 有漫长的一个研究的过程 对吧 所以说今天的科学技术 它是人与神的同工 首先你必须要有灵感 你没有灵感 你在这个实验室里边 你做一辈子实验也没用 对吧 但是你光有灵感 你没有实验 那么你也没有科学技术 对吧 你必须要去研究 要去学习 要去探讨 对吧 但一个是父亲 一个是母亲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通达 对吧 所以说 所有这些技术 科学技术知识 它的源头都来自于神 但它具体的积累 发展 扩展 延伸 是通过人的努力 那你说OK 这一些是不是让不幸的人 更加不幸 那么当然是这样的 对不对 因为绝大多数人 他不信神 其实并不是因为科学 而是因为神给了他们一个理由 如果没有科学的话 他会有其他方式不信神 对吧 比方说你说古代没有科学 没有科学技术 难道每个人都信什么 也不是啊 每个时代 都有信的 都有不信的 信的人 有他信的理由 不信的人 有他不信的理由 只不过呢 在我们这个时代 他不信的理由是科学技术 那么在古代没有科学技术 他也不信 同一个人 说不定是轮回很多次 他也不信 对不对 那个时候没有科学技术 他有什么缘 他可以有其他的理由嘛 对吧 有可能是邪术嘛 对吧 有可能是巫术嘛 他也不信 那么 告诉和启示的区别 那么只要是来自于灵界的都叫启示 Navua Navua 比方说 什么叫启示 Navua Navua的话呢 一般是人 在睡觉的时候 对吧 或者白天也可以 但是你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是睡觉也好 在白天也好 当你在领受这个启示的时候 那么人会对自己的身体失去控制 对吧 有可能会大小变实际 他的生理的机能会失去控制 对吧 所以说一般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领受启示 最好是睡觉 对吧 你比较安全 对不对 你睡觉的时候 你失去控制的比较安全 你睡在床上 但如果是白天 如果你站在地上 当你领受启示的时候 你会突然扑倒 对吧 你说为什么 圣经里面写 这个人领受这个启示 会扑倒在地 并不是说他想扑倒 因为他失去了控制 他的整个身体被掌控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他失去了控制 大小变实际也有可能 这个口吐白沫也可能 他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为什么 因为他在领受Navua 那么对这个领受 这个Navua的人来说 他看到的是一个意象 看到的是个意象 然后呢 有一个声音也好 有一个意念也好 让他能够明白 这个意象什么意思 对吧 所以说 不同的先知 按照他属灵的生命的不同 他领受的这个Navua 那么是不同的 对吧 比方说 这个摩西是最高端的 他领受的预言是最清晰的 那么这个 这个以赛亚还可以 对不对 那么这个以西节就比较低端一点了 对不对 这个纳比的评论 对吧 纳比说这个以西节 就好像一个农村里边的人 这个 这个以赛亚是大城市里边的人 所以说 这个以赛亚描写意象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因为见惯不怪 对吧 因为大城市见过四面的人 这个以西节是农村里边的这个山里人 对不对 他没有见过大四面 我也画了好多章节以西节书 这个所有的细节都描述出来 大别说 啊 说明他没有见过四面 对吧 所以说 当人在领受这个Navua的时候 他的 这个领受的这个 也是 这个层次也是不一样的 他的解读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有的很模糊 有的很清晰 对吧 你领受了以后 你还要解读啊 就好像你做了一个梦 以后你要把它讲出来 对不对 还要讲出来 这个叫Navua 那高书的话呢 叫Magid 那么按照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 对吧 这个历代有很多拉比 对不对 他们在学习Torah的过程当中 对吧 晚上比方说 最有名的这个 嗯 我都忘了什么名字了 但不管怎么样 晚上 有一个神秘的人物来敲门 十一点半 晚上这个黑灯下火的 十一点半 有一个人在敲敲门 说 我要和你学习Torah 可不可以 他说可以 那从此以后 每天晚上同一个时间 他来敲门 然后和他学习Torah 学到第二天早晨 天要亮了 他说我要走了 对吧 晚上来陪你一晚上 天要亮了就走了 那么这些就是Magid Magid的话呢 就是天使 那么他所谓的Magid就是告诉的意思 对吧 也就是说他 就会直接跟你说话 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和先知又是不一样 对吧 先知的话呢 没有天使的介入 对吧 就你自己领受 自己解读 这个Magid的话呢 他会跟你解读 那么从这个概念上讲 或许因为我自己没有经历过 或许 这个Magid的话呢 可能会更加清晰一点 但要看Magid 他愿不愿意告诉你 对吧 有的时候他给你猜谜语 你也没办法 下面一个问题 是否以色列人是按区域种族 还是按灵界区分 那么这个以前我们给讲过了 这个以色列是个属灵的概念 对不对 但是同时 也是一个 这个血缘关系 对吧 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是不会落空的 对不对 一方面 亚伯拉罕的血肉之躯的后裔 对吧 比方今天的犹太人 那就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另外一方面 对吧 你说基督徒也是 因为通过耶稣加进去的 也是他的后裔 对 但是归根结底 我们刚才知道 叫行出神的旨意 行出神的旨意的 就是正以色列人 正以色列人 下面一个问题 最近接触东方闪电 请问怎么样看待 这个东西我觉得 这都浪费时间了 对吧 管他东方闪电 还是西方闪电 这都浪费时间了 对吧 但你学习土码 就不要介入这些 外门写道 相比外邦人要行善 以色列人 学习土码就行了 那么 就说不管怎么样 对吧 如果你没有信仰 你 怎么样 你行善 总是对的 对吧 最后审判的时候 我告诉我们 马太福音25章 耶稣基督怎么审判 你说我是外邦人 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圣经 但你应该知道 以色列呀 对不对 那么你对以色列 是什么态度 你说主流媒体误导我 那你说明你自己 盲信盲从啊 对不对 你自己不去思考啊 你没有脑袋呀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没有理由的到时候 对吧 你不可能说主流媒体误导我 对 因为全球的主流媒体都在攻击以色列 所以说我要攻击以色列 这个不是理由 对吧 这个说明你自己没有这个思维能力 那么以色列人学习土码就行了 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对吧 不管你是血肉之躯 还是通过耶稣基督 这个名 对吧 成为以色列后裔的 那么那当然是学习土码 但是学习土码也也要求你行善啊 对吧 你学习土码你不可能不行善啊 对不对 如果你学了土码你肯定会行善 对不对 但是呢 针对那些没有土码的外邦人 对吧 因为这个罗马书也告诉我们 他说 对有律法的按照律法审判 没有律法的 你说我 你说我是一个 这个 我是一个深山里边的一个 一个老农民 我从来我没有文化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什么 你什么东西啊 但是你有一个良心 对不对 你有没有按照你的良心 魅住你的良心 去作恶 或行善 那么根据你的行为 审判你 下面问题 弟兄中最小的一个 对个人生命层面的解释 可以理解为 以色列人当家里的人 或者身旁的弟兄姊妹 可能是软弱患病犯罪 对生命问题令人不感到不可爱的人 耶稣说 给小 给小子一杯凉水 就是接待他 又说 如果有人叫这小子跌倒 倒不如把大盘水拴在头上 沉在海里 可以这样理解 对的 继续为脊椎疼痛祷告 下面问题 如何理解母牛耕地 到底七日日头未落 城里边对参孙说 有什么比蜜还甜的 有什么比狮子还强的 参孙对他们说 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肚耕地 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 那么很显然这个地方的母牛肚 是他的妻子 对的 那么母牛肚耕地 就是用他的妻子 来 从参孙口里边 拿谜语 这个意思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神咒诅蛇说 你既做的是必受咒诅 是蛇犯了罪 连累了牲畜野兽 那父辈的罪 会不会对后代产生影响 怎么样的影响 那么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以前探讨过 对不对 如果你考察圣经的话 你会发现有有两处 多处矛盾的经文 比方说 在世界里边说 爱我的 就是恨我的 我要追讨债 直到三代第四代 爱我的 对吧 我要怜悯 千千万万代 那么从这个地方你说 这个有年珠 对不对 你如果恨耶和华 那么他要追究你 到第三代 到第四代 但是在另外的地方 对吧 在先知书里边说 你不可能说 这个父亲 这个 这个种的葡萄 酸葡萄 儿子吃了以后 这个牙 感觉酸 对不对 那么耶和华说 我告诉你们 这个父亲的罪 必不会让儿子承担 儿子也不可能承担 父亲的罪 对吧 那你说哇 这不矛盾吗 那么怎么理解 很简单其实 基本的原则 儿子不可能 担当父亲的罪 那么父亲 也不可能 因为自己的罪 就是说 父亲欠了债 让儿子还 也不可能 这是圣经的原则 这个先知义挑明了 那你说 那你不是违背了 妥娜吗 妥娜不是说 你如果恨神的话 我要追讨你 第三代 第四代 什么意思 你们应该这样理解 为什么 在妥娜里边 要谈到第三代 第四代 他为什么不谈到 第五代 对吧 为什么不谈到 第六代 那么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 一半的说来 绝大多数家庭 都可以做到 三代同堂 意思就是说 父亲 爷爷 父亲 爷爷 爸爸 儿子 一半的话 是三代同堂 也有 也有部分家庭 能够做到 四代同堂 对不对 那么 这个爷爷的爸爸 爷爷 对吧 父亲 儿子 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 是家庭环境的影响 对吧 如果爷爷 是一个坏人 是个恶人 不敬畏神 他必定会影响到 他的儿子 那就是你的爸爸 那么你的爸爸 也会影响到你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爷爷是坏蛋 这个爸爸也受到影响 儿子也受到影响 但是最后审判 你的爸爸也好 审判你自己也好 并不是因为你爷爷的罪 而是因为你自己犯的罪 只不过呢 你自己受到了你爷爷的影响 也变成坏人 归根结底是只有选择 但是是不是 你的爷爷是坏蛋 你爸爸是坏蛋 你就一定是坏蛋 不定 你可以选择 对吧 我的爷爷是坏蛋 我爸爸是坏蛋 但是我可以选择 做好人 对吧 所以说神是给到人 自由选择的 但是如果你不去做一个 自由选择 你去顺其自然 你顺其自然 那么 你就会受到影响 你也会成为恶人 会受到审判 下面一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 祝福以色列与法利赛人分别出来 先知 承问 我超见耶和华 至高神面前跪拜 当先生什么 他说 耶和华 其喜悦 千千的公羊 万万的游和 世人啊 耶和华 只是你何为善 他向你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巫婆招上来的撒末尔 是真的撒末尔吗 那么拉比会认为是真的 对吧 的确是撒末尔被 被招上来了 为什么 这个其实 这个 就说 就说人死了以后 他主要是身体 消灭了 灵魂还在 对不对 那么灵魂 也可以被招上来 对吧 这个看是符不符合神的旨意了 对吧 很显然在这个案例当中符合神的旨意 他就被招上来了 对不对 下面一个问题 是否可以从托拉 从根源讲解 耶稣基督为世人 第十字架 流宝血的意义 那么这个最简单的理解 那么就是托拉里边的献祭 对不对 因为献祭 它的本质 就是用无罪的 身处 替罪人 赎罪 那么这个其实 这个 这个 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早就澄清了 那么这个和这个托拉的启示是一致的 献祭的话 就是用无罪的 义人 去替罪人 还债 还债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欠了债了 对吧 义人的血 可以赎罪 那么这个不单单是新约这样讲 拉比也是这样讲的 对吧 义人 可以赎 罪人的罪 那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对吧 说白啊 就是我们今天的罪被赎了 透过义人 那么最大的义人是耶稣 对不对 那么耶稣基督 把你的罪赎了以后 你就没有罪了 对吧 但是你不要 就是你不要继续犯罪 对不对 那么你就得 你就得赦免 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 对不对 成为以色列的一员 就这个意义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是真的这个桑木尔吗 是真的桑木尔 那么拉比是这样领受的 下面一个问题 启示录里边的是前三年半 是后三年半 因为这个三年半是个苦难 对不对 那么从最简单的逻辑上去理解 应该是后三年半 因为前三年半应该是和平 对吧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 当世人在说和平平安的时候 这个突然这个灾难就会来临 对吧 所以说你看今天一天到晚 这些一天到晚叫和平和平的是谁 在左派 对不对 圣经里面说当世人在讲和平的时候 平安的时候 稳妥的时候 那么灾难就会突然临到 对吧 所以说这三年半 大灾难是后面的三年半 因为这个其实道理很简单 对吧 你都不用看圣经 你都从逻辑上可以考 可以把它理出来 为什么 因为最后的救赎之前 必定是最大的苦难 对不对 因为这个救赎被比作 这个女人生儿子 那么在这个儿子被生下来以前 这个产妇是最疼痛的 对吧 所以说在你救赎 得救赎以前 必定是最艰难的三年半的大灾难 你不可能先三年半大灾难 再来三年半的和平 然后在最后的救赎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不符合逻辑的 对吧 你不可能这个产妇 先痛得半死 然后再休息两天 然后给你生个儿子下来 这不可能的 对吧 只有可能是先很舒服两天 然后最后两天痛得半死 最后生个儿子 这才有可能 下面个问题 哈马斯仿佛一个种子 以色列与伊斯兰最终会有和平协议 和平协议将是末后七年的开始 哥格玛格入庆 耶稣再来之前 哥格玛格到底是哪个国家 弥撒亚返回时 他的衣服被以东的血弄污 如果基督教美国代表以东 现在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 与此处不符合 但是其实 这个 尽管美国表面上看 是支持以色列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美国有两大派系 对不对 美国两大派系 一个是左派 一个是右派 左派的话基本上是无神论 那么右派的话呢 是基督徒 对不对 那么 美国的右派支持以色列 是因为圣经 那么这个左派支持以色列 那肯定不是因为圣经 对不对 那或许是其他远用 我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呢 那么以色列也是样的 以色列也有左派 也有右派 那么只要是左派的话呢 都是无神论 都是和平主义者 都是什么 这个气候变乱主义 对不对 那么左派的话呢 对吧 左派的话就会一天到晚 叫民主 叫人权 这叫左派 那么右派的话 都是敬畏神的 那么以色列的右派 那么对美国都是持怀疑态度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圣经里边知道美国在幕后 会参与 会参加到外邦国里面去 会围攻以色列 对吧 所以说尽管今天美国支持以色列 并不意味着 他会一直支持以色列 这东西 这个要改变起来是很快的 但是具体怎么样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比方说 关于这个马格 我上次看到另外一种观点 那么这些都叫观点 对吧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 在唐木德里边 说这个马格 是蒙古 蒙古 蒙古族 但你今天这个蒙古 那个地方很小 那不可能是马格之地 那么他们的理论是怎么样 这个蒙古族 后来 这个渡过了这个百令海峡 就到了 这个北美大陆 美洲大陆 就成了印第安人 对吧 叫印第安人 印第安其实是蒙古人 那么所以说 美洲大陆 北美美国 叫马格之地 对吧 因为你如果看 这个以细节的话呢 他说 Gog Meres Magog 就是说 哥格 来自于马格 这个地的哥格 对吧 那么 这个 哥格的话呢 这是一个人也好 是一个国家也好 这个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他提到的是 马格这个地 对吧 Aerys Magog 那么所以说 这种理论 这拉比的另外一种 这个估计也不一定是拉比的理论 但是 另外一种理论就认为 这个Aerys Magog 马格之地 是指的是美国 对 因为美洲大陆 是蒙古人的地 对吧 印第安人 对吧 这是另外一种理论 这个东西说不清楚 我们也不知道是不对的 对吧 各种理论都有 对吧 各种理论都有 下面一个问题 不是37章 是27章 27章第四节 好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帮你看下27章第四节 27章第四节 27章第四节 对吧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对那是我的地方 Shifti Babas Adonai Babas Adonai Ko Ye Mei Haya 一个概念 和你的那个 23章一样的 Ko Ye Mei Haya 我的生命的全部日子 对不对 英文把它翻译成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对吧 我生命的全部的日子 那么简单字面成就是我这一辈子 那么但其实这个海叶 那么代表永生了 对不对 所以说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我永生的日子 都可以理解 可以这样理解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学习到这里结束 时间有限 那么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散会的祷告